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欠缺 暗云 或者 转折战太多遗忘 真拥好你 或者 勇敢偏意断气 情人们一呼一吸 相爱到底结局或同样 而想将你我这莫言得更理想 如能重生好一生 不要再想再一刻 谁也要退下场 多得你再唱 多得我再唱 呼吸太无伤 你这也要退下场 你还要退下场 你还要退下场 叫你吃藥, 用不著發這麼大腿 不幫我洗澡, 我不吃藥 我有很多事要做 頂多一會兒幫你抹身, 好嗎? 抹身, 好 溫姑娘, 你抹身這裡出名了 比本人家更厲害, 媽媽 抹身, 你說話尊重一點 不然待會兒我不幫你抹身 到時候很癢的時候不關我的事 馬醫生, 太快點了 老闆, 知道什麼是輔導門嗎? 大老官穿著戲服 走過輔導門出台 就是代表另一個身分 我們也是一樣 穿著這件袍子 無論病人多恨憎 我們都要盡力去幫他 這就是我們的專業精神 更麻煩的病人我都應付過 他這些, 濕碎吧 快點, 你的衣服髒了 好, 當然是剛才的病吐的時候 弄髒了, 你去換一件袍子吧 大老官穿著戲服 走過輔導門出台 就是代表另一個身分 穿著這件袍子 無論病人多恨憎 我們都要盡力去幫他 這些就是我們的專業精神 三叔, 你不用怕, 現在很棒的 一瓶就完成, 欠一半汽水 行了, 有拖禍就欠了 是有進步, 行了, 欠你一半汽水 你記得才好 記得 我現在幫你熱一下 來… 對, 躲起我早上有一點膨脹 你去看看上面 好 為什麼有整股煙味? 你是靜雞雞吃煙嗎? 不是, 剛才有人來探病 我跟他在下面吃煙 是他們吃的, 就是我吃二手 三叔, 你知道自己為什麼會中風嗎?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吃煙 做完手術後不久又吃煙 想再種一次嗎?就戒掉它吧 戒掉它?我吃了四十多年煙 說戒就戒掉了嗎? 有戒煙貼的 還有其他方法是幫你戒煙的 你也夠天天喝汽水 我叫你不准喝汽水戒掉它, 行嗎? 那怎麼不同? 什麼不同? 這個世界有的東西叫做汽水糖 好, 那麼不准喝汽水 餐餐吃汽水糖, 行嗎? 那麼厲害, 一起戒 好, 一起戒, 現在開始 繳蟹 繳什麼? 你還裝模作樣? 好, 行嗎? 好, 行嗎? 不守成落的靜臭小子 靜臭小子 怎麼這樣看著我? 想稱讚你而已 好東西, 抽到了, 一針一劑血 當然, 要下苦功的 不要讓一劍頭看 對, 我們不要讓別人看 魚仔, 你待會吃午餐有沒有空? 幹什麼?有事要幫忙嗎? 你也知道跟病人檢查的時候 通常會站在病人的右邊 用雙手去摸, 你開始吧 先摸肚子 再摸胃和腸, 看看有沒有漲大 還有, 你要留意病人的表情 看看有沒有痛苦 或者問問他有沒有哪裡不舒服 如果你不舒服的話, 你說話 好, 行 好, 摸肝 摸肝的時候 你記住要留意跟病人配合 要病人一邊呼吸, 你一邊摸 麻煩你深呼吸 呼氣 再來一次, 吸氣 呼氣 好, 不錯 摸腎的時候, 左手放在腰底 右手放在肚臉 一起按下去, 看看裡面有沒有扭 好, 手勢不錯 其實只有這麼多儀器 為什麼還要學人手檢查? 反正檢查完, 我們也要照顧 對, 但萬一沒有儀器 又或者儀器壞了怎麼辦 所以醫生會遇到很多不同的情況 醫生自己本身的技術是非常重要的 明白 我現在教你摸腹腔大動物樓 這種樓最難摸的 沒錯, 這種樓比較深入 所以也比較難摸一點 我現在示範一次給你看 好 你先吸氣 呼氣 呼得盡, 保持住 這個時候, 如果病人身上真的有扭 如果有樓的話, 我們的指尖是可以感應到 樓的擴張性和跳動的 謝謝你, 到你 好 吸氣吧 呼氣呼到最盡, 保持住 感覺到嗎? 感覺不到 首先你要集中精神, 眼睛看回下面 是 第二件事就是, 你的手離開太遠了 你的手應該是近一點肚臍的位置 多少次? 吸氣 呼氣 弄得很漂亮 其實你是不是一早不醉業 現在扮回家紋呢? 女俠真法超卓, 小弟金拜下風 美雪, 你真的很厲害 你亂針的技術幾乎拍得上小魚 這麼簡單的事, 我也不覺得算是甚麼 人們經常說自己有多厲害, 有多厲害 豈不是吹嘴 你叫我? 你來吧 楊聰, 幹嘛這麼豐叔? 想知道? 又好, 儀利你們 我今天學了一些新的東西 來, 吹嘴, 起來 你想怎麼樣? 我懷疑你關中樓, 我現在幫你檢查 記住, 摸中樓要站在病人的右邊 來吧 你別趁機抽水 我抽也不抽你, 男人怒狗, 來吧 多結實, 像我這樣, 摸啊 摸… 我也學過了 你摸的時候要用力的 像你說左債右債, 哪有用的 怎麼樣?又學習新的東西 沒有我上去洗澡溫習 你們有沒有學過摸福康大棟脈樓? 那倒是沒有 我們以前學過那些太膚淺了 今天有個高人 親自教授我摸福康大棟脈樓 你們沒什麼福氣 低企頭教你嗎?你們不是翻臉了嗎? 他肯教, 我也未必肯學 今天教我一個 是一個人又漂亮, 醫術又好 心底又好的魚仔 你猜魚仔有沒有機會教我? 麻煩你先摸一塊鏡子吧 你肯學, 他也未必肯教 就算了, 你人人都像我這麼有慧根 挑選過的 不過沒想到摸腫瘤, 原來他這麼開心 洋蔥發酵吧 你神經病 人家又漂亮又聰明 要挑選這種質素的男人 你照顧我的腦袋好過 阿Wing其實在秘訣科 也教過我如何檢查前列線 不如輪到你幫我做個示範吧 你不要碰我 你摸一下行, 我嫌你不行 兄弟, 抓住他… 抓住他… 讓我們教你, 衝小一點 不要把手放進來 放心吧, 不用的 沒事的 幫你閉眼鏡 除了你膽子, 幫你閉眼鏡 小眼有沒有高度? 正常 今天覺得怎麼樣? 頭髮有沒有疼痛? 姑娘 麻煩你幫我找個正式的醫生 跟我說 我不要這位實習醫生幫我看症 張醫生雖然是專科實習生 但是他有八年的外科實習經驗 所以他也是正式醫生 又實習又正式 還要實習八年那麼久 那就是不行了 總之, 我就不要他治療我 又不如像他這樣 他在這裡連命都沒有了 我也是今早看報紙才知道 金城超說醫院醫療失當 要告醫院 姑娘, 你還站在這裡 好, 還不趕快幫我找另一個醫生 都說張醫生他是… 駱姑娘 待會莊醫生會來巡訪的 你跟莊醫生說一聲 不好意思 一見頭經常說我被人罵 他現在不是被人嫌棄嗎? 做事吧, 不要多事了 有沒有搞錯? 說我們沒盡力救他的兒子 還說一見頭 還沒有專方的資格 不應該去救人, 真離譜 這麼生氣幹什麼? 記者是這樣的 喜歡怎麼寫就怎麼寫, 沒辦法 我真的服了你 那你也不生氣? 現在不是只說你一個 現在是說我們整間醫院 以及整個醫療界 報紙是這樣的 總要寫在你為止 我們按摩36, 休息也不能休息 又不見他表揚一下我們 還有, 看瞞診沒笑容而已 馬上投訴我們 原來每個人都遇到這種事 我就是其中一個被人說不懂笑的 那你就多笑一點吧 多笑一點也糟糕, 說你不認真 不是, 我只會笑得太燦爛 被人說太多輕挑 有, 十個才被人投訴 我們做護士那邊 也比你那邊好多 一個是對十個, 已經夠忙了 還要被家屬和病人投訴 手機慢一點也被人罷刑 現在我們做護士而已, 不是做奴隸 被病人家屬投訴 照顧病人不夠周到就算小事了 他是大小子, 被人高 病人和家屬又怎麼知道我們的事 對, 家人有事, 當然緊張 有時候遇到重了也很難怪 所以最重要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醫生也好, 護士也好 能夠救人的滿足感 沒什麼可以代替 被人說幾句, 多麼閒 說真的, 我覺得一件頭 夠今世榮的事, 他沒有做錯 他撞車送進醫院的時候 真的沒有手術室, 我們也沒有負 其實根本就是醫院資源的問題 完全與醫生無關 說是這麼說 但你們覺得一件頭最後會不會有事? 媽媽 什麼事? 媽媽, 你不是去做骨質疏鬆檢查嗎? 檢查完了, 又要簽了 你爹地告訴我 說你醫院有個建築醫生被人控告 所以你專門來找我? 你覺得這麼緊張 我怕上來就見一下你, 與你無關 報紙說的是專科實習醫生 我一段時間還沒到過級別 實習醫生分開這麼多級別嗎? 我退休畢業後 要多做三年才去選專科 這麼複雜 總之我沒事, 今早老闆打電話 有急事 媽媽又不跟你說了 放射科哪有緊急? 再打電話 小心點 冷靜一點 等下 范醫生… 陳姑娘, 怎麼巧?你醫院探人嗎? 是呀, 我還忘了謝謝你 上次陳醫生臨時有事, 不空 幸好你肯幫我頂我兩同不夠班 真是麻煩你 不用客氣,舉手之勞 我也要時間探討人了, 遲些再談 好 再見 再見 太太, 你沒事吧? 我想過扭傷了 我替你看看 這裡痛不痛? 太太, 你可能扭傷了肌肉 不如這樣吧, 我陪你去骨科 做個詳細檢查 不用了, 扭傷小意思, 謝謝你 太太, 你能不能走? 不如先做個檢查吧 不用了, 謝謝小意思 我不想像金仔一輩子 再這樣下去, 我很辛苦, 你明白嗎? 好, 你要離婚吧? 你明白嗎?我成全英 不過女兒要跟我說 我不是生氣你才這樣做的 我是完全為女兒穿上照片 你自己想想 女兒今年才九九九歲 她今後哪會更幸福? 我想見一下女兒, 她現在怎麼樣? 你還怎麼樣? 你走了之後她就不會哭嗎? 我又吵著我, 要見媽媽嗎? 我對她沒有輸, 我知道我這樣說 你可能會覺得不自私 但是你就當為了一個女兒 你可否以後不要再見她? 你不讓我見過女兒? 每次她問你我 為什麼你不要她 為什麼我們會分開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她 我不想再見她 每次見你很開心 跟著又變回很不開心 但是她是我的女兒 你不讓我見過 你會不會變成殘忍了嗎? 我又見她 你媽媽… 你要進去哄她, 我不妨礙你 但是這樣又怎麼樣? 待會之後你又是走過而已 你知道這樣對小朋友來說 是很殘忍的一件事嗎? 是我也知道你難過 但是我真的很想我女兒 可以慢慢忘記你 你忘記了這麼開心的事嗎?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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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不要哭, 快點 你哭了一整天的, 知道嗎? 不要哭了, 快點 你過了很美女的, 快點 不要哭, 麻煩你, 殺了你 我還想要等你睡得舒服一點 怎麼會吵醒你呢? 謝謝 我叫她大女兒 好,我剛才見到她 你見到她? 我剛才在醫院找美雪 誰知我剛巧碰到她 不過…她已經不認得我這個媽媽 她當時這麼小,現在不認得你很正常 況且當年為了她好 才逼不得已離開她 她現在跟美雪同在醫院工作 如果讓美雪知道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醫院那麼多人,沒那麼巧合 如果你想知道 待會等美雪放工回來,問問她就知道 謝謝 媽媽 為什麼不先回去 沒怎麼?想做一次她跳完甩後的时候 才回去吧 美雪 小姐,我快點想問你 什麼? 我今天在醫院見到你姐姐 姐姐?我沒有姐姐 你知道我說誰嗎? 你不是老早知道 你們在同一間醫院工作嗎? 是,我還有同一個科,同一個工作 那為什麼你不跟我說? 我覺得沒什麼好說 你跟他們去那顆無聯絡的 你是不是經常見到他? 是嗎? 見到他怎麼樣? 我是接不來的徒師 我姓韓,他姓飯 我難道跟他有什麼關係? 媽,可不可以別說一些不開心的事 你回去陪爸爸吧 今天要這麼多位部門主管 抽時間離開這個會 主要是因為醫院收到通知 金成超可能會就他兒子的死 向醫院提出起訴 Michelle他們的公關部門 會負責應付傳媒的 不過我要知道事件的來龍去脈 才有對外交代 當時是你們部門負責搶金世榮 情況是怎麼樣的? 沒錯 莊醫生,你向大家解釋一下 當時的情況 當日負責急救金世榮的是 我們部門的張一健醫生 其實當日我也收到電話 知道有一位腦創傷病人 送進行醫院 你是指病人駱家俊? 金世榮當時是不是也在場了? 沒錯,我去到的時候 駱家俊已經準備進手術室 而金世榮就在行醫院做急救 等身體檢查的報告 當時我跟張一健醫生 和范子如醫生一起進手術室 為駱家俊做手術 後來接到通知 知道有一間手術室空了出來 於是我批准 張一健醫生為金世榮做手術 即是張一健醫生 就是最後接觸金世榮的人 是 張一健醫生平時的工作表現是怎麼樣的? 我覺得他在醫學上的知識很豐富 作為一個專科實習生,很稱職 不過… 不過什麼? 不過我覺得他太自信,獨行獨短 獨行獨短?什麼意思? 有一次張醫生在沒有A.C.在場的情況下 擅自和病人做手術 當時我警告他,這樣是不適合醫院規矩的 那這次事件,你覺得張一健醫生是否有犯錯? 當時我不在場,我不敢判斷 不過以我所知 他跟其他同事相處得不太好 我認為他跟人溝通方面的確有一定 照你這麼說 這次這件事 可能是張醫生和死者家屬之間的溝通 並不足以仁治 有這樣的可能 很多時候病人家屬不清楚我們的治療程序 很容易會誤解,醫生會盡力他搶救 所以無論在什麼情況下 我們也要解釋清楚給家屬知道 讓他們多了解一點 我收到封了 你老實在裝裝 被醫院經理逼進去照廢 照什麼廢? 為了金城超告醫院那件事 你可不是找人負責嗎? 糟了,這個人肯定把這個窩射給你 我走得正、站得正 又沒有犯錯,怕什麼? 我知道是與你無關 但你怎知道人家在裡面說什麼 不過肯定,到你背責都花光了 大哥,你快要在外面掛牌了 無緣無故這樣很糟糕的,你知道嗎? 什麼?是不是他找你了? 我是金世榮的醫生 叫我進房間問話也很正常 穩定一點…不用怕…沒事的… 好像你比我害怕 穩定一點…不用怕… 來吧 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 照你這麼說,你是按正常情緒救人嗎? 是 當今世榮罰驗屍報告出賣 整件事應該更清晰 如果事件屬實 遠方會向金城超提出和解協議 不過我想提醒你以後工作的態度 有同事覺得你太自信和主觀 和上司下屬的關係不太好 好,這次這件事 如果你和死者家屬溝通多一點 或者可以避免 其實金世榮救不上之後 我有按正常程序 和死者家屬交代事件 不過可惜他當時並沒有接受 和死者家屬接觸的時候 說話技巧很重要 一點偏差 隨時影響別人對你的觀感 而誤解你的意思 我認為代言接密方念 你們多留意一點 否則會影響你以後的工作 我明白 好,我們會和其他醫生了解一下 謝謝你,張醫生 我當時在手術室 協助莊醫生替羅家俊進行手術 我想知道你對張一傑醫生有什麼評價 我覺得他絕對是一位非常盡責的醫生 范醫生,你可否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覺得他是非常盡責呢 我很記得那天完成羅家俊的手術之後 莊醫生叫我去替張醫生走 到急診室的時候,其實金世榮已經死了 但是張醫生依然不肯放棄 他希望盡最後努力救回病人的命 相信我,你一定會讓我去看 我去看牢醫生 所以我一定會去看牢醫生 你會在這條路上 我去找你找到醫生 你會去找到醫生 我去找到醫生 你會去找到醫生 你會去找到醫生 我去找到醫生 你會去找到醫生 你會去找到醫生 你還這麼知音? 從早上擔心到晚 對事情也沒有幫助 你找一件頭,他有沒有事? 連師姐他也要進房照廢 我怎麼知道? 你先休息一下再說吧 我還說,我收到風了 吊賊機哥出來了 那是好消息還是好消息? 阮方說這次沒有人失職 所以一件頭你不用負責 好消息 那就好了 剛才我們真的嚇得鼻孔也沒肉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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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次可以慢慢喝你這杯咖啡吧 我還聽到消息 一件頭你這次可以沒事 是因為有人肯出來說一句公道話 誰說? 魚仔 魚仔?一件頭 他一向不是不妥理嗎? 我覺得公道自在人心 一件頭沒有做錯事 管理層不可以亂判你死刑 是嗎? 是呀… 一件頭是個好醫生 稍為有良心的 都會站出來跟一件頭說一句好話 行…我知道你很喜歡他 不過不需要這麼難推銷 既然如此 這麼開心 今晚就打火鍋慶祝吧 去暴龍好不好? 我請 好… 對不起… 我今晚約了師父吃飯,下次吧 下次吧… 傻氣,他們出來 一件頭 謝謝你幫我說話 我不是幫你,我只是說事實 對了,你不是約了我爸爸 今晚吃飯嗎? 是呀 我爸爸下了命令,要我順路載你 不過我不想的,但沒辦法了 謝謝 我想全醫院除了Houseman之外 只有你一個沒有開車 那每個人的生活習慣都不同 那倒是呀,你特別喜歡 與眾不同一點 麻煩你在超級市場停一停給我 你當我是的士司機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想買些芝士後敬師傅而已 好,那買Brit吧 我爸爸最喜歡吃那一隻 對了,千萬不要買Vita Cheese 他最怕羊奶那種味道 師傅不是喜歡吃高芝士嗎? 我上次買Gouda給他 他還說好吃 他還教我分不同地方出產的 有什麼分別 怎麼會呢? 他最怕羊奶酥那種味道 你相信我吧 不是呀 不用說了,我是他女兒 難道我會不知道嗎? 我真的買個羊奶芝士給他吃 他還說喜歡味道不夠濃 好,那我們輸了 一人買一種 看看爸爸到時候選哪一種 好 你進去選吧,我在這裡等你 為什麼不在一起? 我知道要買哪一種,你要選嘛 好 老公,你不要有事 快點…謝謝 發生什麼事?叫白車沒有? 白車正在來 放下他吧 他叫什麼名字? 麗少娘 麗少娘…你聽不聽我說話? 麗少娘 麥寶很空虐,他發生什麼事? 剛才和人吵架,被人打了心口幾下 然後就暈倒了 老公… 謝謝… 我是醫生,傷痣被人打暈了 我需要聽看 沒有聲音,就是沒有衝氣 應該不是氣空 跟你去確認,他可能心臟想有事 心電同正常, 但BP很低 頸症脈擴張, 他應該是新包出血 這裡去醫院要十五分鐘 再加上塞車, 趕不及他 馬上跟他做新包穿刺 在這裡走, 你之前沒有做過? 我實習的時候在Cindia指導下做過 但這裡始終是街, 沒有義氣很危險 沒時間了, 救人要緊 讓我招牌招牌吧 你想怎樣? 他可能是新包出血 如果不即時放血 就很容易壓迫心臟, 隨時會沒命 心臟穿癡, 什麼情況? 好像碰到心膜 你也是醫生, 要不要幫幫忙? 不用, 現在不能轉手 不要刺太深, 傷了心機就玩完了 小心點 為什麼還沒出血呢? BB還是很低 你再吉心點試試 有血出了 BP已經升上了 老公, 你怎麼樣? 馬上送去醫院做檢查 黎太太, 你放心, 應該沒事了 謝謝你, 醫生 真是謝謝你 謝謝醫生, 再見 謝謝你 你做得不錯 在合法環境之下 這麼多人看著也沒法抬瘋 你這樣叫稱讚我嗎? 我不用你稱讚我 不過剛才看你沒有拾足的把握 下次別搏了 我買了, 你買… microb travel 你把握uppemia 你什麼都 zeker 收成了 ‍ 她看著哪一個 我 menciona 16。 planned Maggie, 不要 Klouz preview DI covering 師傅, 你女兒大了, 少許失敗受得起 這個 對, 看來我爸不喜歡那股羊奶味 這個你選擇的 當然, 有人死得跟我爭辯 說你喜歡吃高芝士 我說不是, 他死也不相信 那就一人買一款給你選擇 那高芝士我自己吃吧 讓我又要切掉 謝謝你, 姐姐 好, 那我就開一瓶好紅酒送好芝士 怎麼回事? 輸了 謝謝 贏五元也這麼開心? 不是錢的問題, 是贏了 那個是我爸, 我怎麼會不知道他的口味 先收回五元的禮品 小小事你這麼開心, 像我小朋友一樣 真的很難想像你膽敢在街上幫人做 心包穿瓷 你現在是稱讚我還是笑我呢? 兩句都是稱讚 同心美敏都能夠這麼果斷 其實依你的性格可以嘗試心胸肺外科 決定要快, 當機立斷 不像神經外科一樣 要有耐性, 要細心 你現在是否想跟我說 我沒有這種能力, 我不適合神經外科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又第一天讀醫 我就立志要做一個成功的神經外科醫生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 無論人們怎麼惡意批評 我都沒想過要放棄 謝謝你通水 我差點選了你買的芝士 為什麼你女兒會認為你不喜歡羊崖那種味道 有同親你吃飯, 你一定叫做高芝士 我喜歡, 不知道多喜歡 但她不喜歡因為她會怕鬍子 我從來沒有在她面前吃過高芝士 她就以為我不喜歡吃 二十四孝, 爸爸 我只有她一顆女兒 吃到焦不是問題, 接著吧 我輸五元而已, 沒有散子交給你 你們不是只賭一次半次的 還會繼續賭, 是不是? 繼續賭, 我也會繼續賭 我不想連你輸錢 當是貸貸, 保持住 謝謝 你醫院的調查報告出來 我知道你是不會接受任何處分 但有件事我想說的就是… 醫院做事要顧全打局 不可以太過獨行獨斷 你太過獨斷獨行 對你的前途很有影響 知道 做一個醫生 就算你再厲害, 醫術再高明 你又需要跟很多其他人去配合 最重要是人和人之間的配合 沒有一個醫生可以自己一個人 完成一個手術 醫院裡面其他人不僅是你的同事 更加是你的拍檔 明白 是, 雖然說那些規矩是人定出來的 但是既然有人定出這些規矩 就是說這些規矩有它存在的理由 有它存在的價值 更加何況, 這些規矩 很有可能是我以前定下的 師父, 我知道怎麼做 … de audios … 私 我是 我 … 楊醫生在這裡嗎?A3有人輸出的 A3? 桃姑娘, 為什麼她跑得這麼快? 她剛才定間游中風 出血的情況很嚴重, 搶救不了 不過也算好了, 去得很快 不算太辛苦了, 這裡交給你 好痛, 冒散了 你別動, 行不行? 我不想動, 痛呀, 大哥 你不動就不痛 你插十幾東西也不中, 搞定 搞定, 世界地同 我買一份禮物送給你 什麼?牙膏 什麼牙膏?是去乳膏 我弄得你手這樣, 也不好意思 三叔, 你知道自己為什麼會中風嗎? 其中的原因就是吸煙 做完手術後不久又吸煙 想再種一次就戒掉吧 戒掉了, 我吃了四十幾年煙 不知道說戒就戒了嗎? 有戒煙貼的, 還有其他方法替你戒煙 你也夠天天喝汽水 我叫你不准喝汽水戒掉, 行不行? 你真的要聽我說, 乖乖地戒煙嗎? 你真的要聽我說, 乖乖地戒煙嗎? 好, 一起戒煙, 現在開始 不守承諾的是正臭小子 正臭小子 三叔, 你不用怕 我幫你做幾項簡單的檢查就可以了 要不守心嗎? 要不守心 要不守心 這陪你把你確定會 como天啊 怎說 誰呢, 你一定會否承諾 而且算叫你 自己有一個人 從來 請你 戒了, 現在吃這個 你不是不喝不行嗎?說戒是戒 答應了人 你有沒有試過隨口一句話 原來對方很傷心很在意 我對你說的那些好像不太好 我聽不懂, 我真的沒想過 一個吃了這麼多煉煙的人 會因為我一句話, 滴起心肝戒煙 你說林三 我不會再喝起水了, 我不想令他失望 這病人有感覺 證明你開始符合做醫生的條件 我以前覺得殺人這個程序真是很無聊 人都死了, 甚麼都不知道 還搞那麼多事幹甚麼 我到現在才明白 為甚麼你上次罵我罵得這麼小 其實殺人是幫一個人的生命 畫上句號 醫生, 醫生是病人最信任的人 所以在畫上這個句號的時候 絕對不可以罵我 這是對死者的一種尊重 愛到底, 結局或同樣 仍然能拖緊彼此, 就絕地說想 如能從生好一想 不要再想 再一刻人變缺釀 明知可引起, 不要再讀唱 情人們一呼一吸 相愛到底, 結局或同樣 仍然想將你我這幕見得更理想 如能從生好一想 不要再想 再一刻誰也要退下場